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雇了个工人帮着干活 虽不算大富大贵 也算个富足人家 范寿子入坠后 却和顾家人关系搞得不算太好 尤其小舅子顾三麻子 看姐夫不太顺眼 总觉得范寿子的存在 会让自己损失一半家产 日子就这样过了一年多 谁料从第二年正月十四起 范寿子就突然不见了 顾家母亲派干儿子杨三四处寻找 都没有消息 范寿子父亲得知后 数次来到顾家询问 三四个月过去 还是没有儿子一点消息 范妇逐渐不耐烦起来 与顾家起了争执 一怒之下跑到霍丘县衙报案 说儿子范寿子在顾家离奇失踪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踪案 霍丘之县王某接案后毫无头绪 清朝地方官员办案 很依靠当地虚立的力量 于是他按照惯例 将案件转交给县里典历处理 典历不是正印官员 赵丽是没有权利单独处理司法案件的 但典历却往往越阻带跑 他们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命 一来这些人世代为例 在当地确实有点关系和能力 二来这是个立功的大好机会 一旦破案既得名又得利 王之县把案件交出去后 突然想起他家雇佣的一个奶妈 正好与顾家同村 他便询问奶妈 是否知道顾是女婿失踪的线索 这位奶妈又是个比较八卦的人 顾家女儿比较漂亮 范兽子家贫入坠 又与顾家关系不怎么好 就给好事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坊间传闻顾家女儿行为不太简点 与顾家干儿子杨三关系暧昧 当然这些都只是七大姑八大姨的风言风语 并没有任何证据 奶妈就会生灰色的对王之县描述了一番 之县却听得非常有心 从这些信息他得出个推论 范兽子失踪很可能与他妻子 和顾家干儿子杨三有关 王之县又把这些推论告知典历 他告诉典历的只是一个破案方向 可是在典历看来 上次似乎是在给他指明方向 于是典历将顾家人等传到堂上 他们当然不肯招认 典历下令重刑伺候 顾家女儿和杨三敖行不住 很快承认串通家人通奸杀人 招供说两人和顾母合谋杀死范兽子 兵叫上顾三麻子和顾家故宫 将范兽子失手砍成八块煮烂后 倒入土坑 骨头烧成灰洒到荒郊野外 抹去一切痕迹 典历马上带来顾家故宫 严刑拷打之下 顾家母亲 女儿杨三 顾三麻子和顾宫等五人 都承认了联手杀人毁尸灭迹的罪行 顾三麻子还交出一把屠刀 和一件沾着血迹的外衣 说是凶器和凶衣 犯人说僵尸骨烧成灰了 那么总有一些没有烧烂的骨头 骨灰和骨头残渣在哪里呢 官差带着几个犯人去寻找痕迹 杨三顾三麻子等人一开始说 是当天夜里慌慌张张道调的 不记得确切的位置 加上时间已过去几个月 已经想不起来了 可是想不起来不行 必须要有这一关键证据 他们只好带着差役 在村子外面四处寻找 只认了几个地方 都没找到什么骨灰 杨三等人少不了又挨几顿打 最后 他们终于在村子外面的 一处乱坟岗 找到了几根残骨 只认为范寿子遗骨 至此 范寿子失踪案告破 有动机有过程 有口供有物证 支县将案子承保到颖州府 颖州之府过堂后 几名犯人照本宣科 重复了案情一边 支府认为重生无误 又向上申报到安徽省案查室那里 当时 安徽提醒案查室是李一筹 他将犯人提来赴审 众犯人的供词都顺口而出 就像熟读背诵下来的一样 多次追问批驳 他们都确认不便 照理此案就能到此结案了 李一筹却感觉不对劲 这案子的卷宗太完美了 五个犯人的口供也太圆满了 严丝合缝没有一点瑕疵 多年的工作经历告诉李一筹 一件事情看上去太顺利 不一定是好事 而且这是一桩重案 要是按照这个结果结案 顾家五人都会被判处死刑 其中谋杀亲夫 毁尸灭绩的顾家女儿 还会遭到凌迟 五人的性命让李一筹觉得不安 于是 他把案子暂时压了下来 没有继续向上申报 而是派出凤阳府通判高亭阳 再次重审一遍 这是李一筹的权力 清朝司法规定 对一些疑难杂案 上级官员可以撇开一般的司法流程 直派其他官员重审 这相当于异地审判 是为了尽可能公平公正依法办案 异地审判的主审官员 除了和案子没有厉害关系外 还要有过硬的司法素质 李一筹挑中的霍丘失踪案的 重审法官高亭阳 就是一个司法素质过硬的中层官员 高亭阳 贵州贵驻县人 他没有尽是功名 而是通过参加举人大挑 获得官员资格 进入仕途的 清朝在参加三次会是不中的举人中间 挑选优秀分子当官 每六年举办一次 称为大挑 高亭瑶参加大挑 被评为第一等 授与通判 通判的别称是别价 通手 同志与通判都是知府的左二官 同志的品质比通判略高 是正五品 执掌也相仿 接分管粮 盐 房务 击补 河宫 水利等 各府不一 同志 通判都是闲草 通判的品质比辅属州的长官之州还低一级 所以每每为州县官所轻视 也难有所作为 当时称通之为点头大老爷 通判为摇头大老爷 以为州县以公事报告时 点头表示不敢持异议 摇头表示不敢发表意见 高亭瑶在安徽历任卢州通判 凤阳通判 始终办事认真 公正言明 所到之处 都为大力看重 以为左右手 哪里有棘手的事情 就派他去处理 高亭瑶和王之县调集所有人犯 证物和案卷 重新审讯了一遍 杨三承认和顾家女儿通奸 在正月十三日杀死了范寿子 顾家的儿子 顾三麻子和顾家的故宫 承认他们把范寿子的尸体肢解成八块 煮烂后倒掉 残骨扔到了野外 当地人证实 杨三和顾家女儿早就有绯闻 本案的相关证物也一应俱全 案子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参加重审的王之县对高挺遥说 此案所有人犯供述一致 都以签字画压 人证物证齐全 案件经得起推敲 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王之县认为 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上报 高挺遥却摇摇头说 不对 这是个假案 高挺遥的理由如下 正月十三日 范寿子和顾家一家人外出看灯 大约十四日二更十分回家 这一点很多相亲都可以作证 回到家后 范寿子又和他们打了一会麻将 就过了三更天了 那么杨三和顾家女儿行凶杀人 再把尸体肢解 怎么也得是四更十分了 那么从四更时候到天亮又有多少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能阻烂吗 这是此案的最大一点 其次 顾家不是独门独院 前后左右都有邻居 房子紧挨在一起 顾家发生了杀人分尸事件 隔壁邻居会一点也听不到 就算听不到 顾家分尸主持时必然会散发意味 为什么邻居们都没有闻到呢 结合这两个疑点 高挺遥认为 这几个犯人招供的杀人灭继案 在清理上说不通 他据此相案查实 李一筹汇报 霍丘失踪案有重大一点 李一筹听了高挺遥的分析 很是赞同 第二天霍丘失踪案继续重审 王之县前一天 听了高挺遥的分析后 羞愧难当 称病不出 案子就由高挺遥一个人重审 高挺遥叫来范寿子父亲 问他 杨三 故事和他的女儿 儿子 以及范家故宫 一共五个人 为你儿子偿命 他们冤不冤 范妇回答 不冤 高挺遥又问 你能否拒绝保证 如果你的儿子出现 你甘愿承担冤杀杨三 故事等五人的责任 范妇一听这话赶紧摇头 大人哪 草民报案 报的只是我儿子失踪 之后 是你们官府查出来 杨三和顾家勾结 杀死了我儿子又毁尸灭迹 安庆是个为大人 查明白后告诉草民的 我一个平民百姓 怎么能承担冤枉他人的责任呢 高挺遥又传讯杨三等五人 一上来 他就高声贺问 你们说杀死范兽子后煮了 烧了 奶干 肺 肠子等内脏去拿了 这些东西可是煮不烂 烧不掉的 杨三等人之前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顿时张口结舌 谁也说不上来 顾家女儿和他弟弟顾三马子 这时候明白了过来 顿时大声喊冤 我们根本就没有杀人 我们冤枉啊 杀人灭迹的事都是我们编出来的 根本就没这回事 高挺遥问 姑且照你所说 那么 范兽子现在何处 这一问把五个人犯都给问住了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谁也不知道范兽子的下落 高挺遥说 范兽子如果还活着 你们就可以起冤 活着找到范兽子的尸体 此案也可以追查下去 现在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你们又供不出别的线索 凭什么证明自己是冤枉的 古人沉默了一阵 突然顾三马子抬头高声说道 家乡的地宝 和我们一起来省礼的路上说过 此案我们几个人实在是冤枉的 但压界的官员 却嘱咐的宝对我们说 按查使衙门审案 我们必须一律重复之前的招供 谁翻供 就给谁上加棍 地宝吓得不说话了 我们几个更是害怕 高挺遥马上命人提来的宝问话 地宝说 范兽子之父四月初到县里告状 县衙门派差役李遥 与小人调查过情况 高挺遥问 调查情况如何 地宝脸色惊恐 哆哆嗦嗦 欲言又止 高挺遥面孔一板 大喊 来人哪 掌嘴 旁边跳出一个虎背熊腰的差役 对着地宝左右开弓 就是两个大嘴巴 地宝大叫 小人愿说 当日官府命令差役李遥 同小人一道查访实情 我们到了范兽子姑父陈大风家 陈大风外出 范兽子姑姑说 范兽子正月十五还到家里拜年 当天住了一宿 十六日吃了早饭才走的 这就奇怪了 案卷说范兽子正月十四遇害 正月十五 十六怎么去姑姑家拜年呢 高挺遥又命人提审霍秋县差役李遥 李遥说自己是霍秋县委派 实地调查的差役 他得知范兽子本家有两户亲戚 就先找到了范兽子姑姑家 范兽子姑姑当时就说 如果我侄子正月十四日就被害了 为什么十五日还在我家吃元宵 李遥又找到范兽子表伯母家 表伯母说 范兽子正月十八到自己家歇了一天 怎么可能十四日被害 高挺遥一听当时就怒了 冲着地宝和李遥大骂 这么重要的信息 为什么不如实禀报 有关这个关键情节 差役没有及时禀报的原因 记录本案的两本笔记说法有所出入 北中原笔录 记载 李遥回答 当时 小人就怀疑范兽子很可能没死 想回到县李禀明此事 等我回到衙门 发现典礼大人已经审讯明白 报告县老爷了 我就偷偷把查访到的情况 告诉了衙门的看门大爷 他反而骂我 说小人不应胡乱禀报 大老爷都已经审问清楚了 还禀报什么 因此 小人不敢多言 而根据高挺遥自己所住的 换邮记略 记载 李遥是这么说的 这个案子由典礼大人主审 等我回到衙门 大家都说典礼大人已经审讯完结了 因此小人不敢多言 知县和典礼大人 也从来没有问过我 这两个说法基本相同 霍秋知县和典礼迅速查清了范兽子失踪案 大家沉测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中 差议李遥本就人为言轻 现在更加不敢破坏几位大人的性质了 高挺遥又提审杨三 杨三翻供说 小人没有杀范兽子 一开始 顾家妹妹和我都不承认通奸杀人 典礼大人就严刑拷打我们 我们实在吃不住就承认了杀人 典礼大人又逼我们交出尸体 我们根本就没有尸体 就胡乱指了三四个地方 典礼找不到尸体 又严刑拷打 我实在受不了了 就说把尸体给煮烂了 然后又交出了一件 之前浸过猪血的血衣 取了厨房的刀刃做凶器 至于那几根残骨 是我带着官差们 在野外乱逛乱挖所得 不知道是什么骨头 小人真的没有杀人 高挺遥又提审顾家女儿 她也翻供说 试破于刑讯才承认通奸杀人 案子审到这一步 高挺遥大致认定 霍秋杀人灭绩案是一起冤案 可是 失踪的范兽子到底在哪里呢 如果找不到范兽子 就不能彻底洗刷 顾家五人的杀人嫌疑 既然不能彻底洗刷嫌疑 高挺遥决定 先证明他们几个人 没有杀人灭绩 要证明这点 只要证明霍秋宪报上来的案情和证据 其中有问题就可以了 按现代司法术语就是排除可疑证据 推翻原审案情 霍秋宪报上来的证据中 有一条范兽子 正月十四失踪的证词 作证的是范兽子的功夫陈大峰 高挺遥决定先排除这条违证 这时候霍秋宪的知县已经换成陈某 原审的王知县已经被撤职了 这给高挺遥的工作带来了方便 他对陈知县说 范兽子的案子如果不了结 就会成为你的累赘 你不能不加以防范 清朝官府很重视恶性案件 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责任归属 讨核和追究机制 官员要对在任期间 辖区内的案件负责 没有及时完成审理的 要在卸任的时候交代清楚 对于重大案件 如果没有及时完成审讯 甚至会影响官员的调转 退休等手续 所以高挺遥好心提醒 新来的霍秋之县陈知县 要注意范兽子案 陈知县只知道自己辖区内 有这么一桩案子 但是详细内幕并不清楚 他对这个案子没有历史包袱 之前和他也没有厉害关系 现在就想早日了结这桩案子 以免日后成为自己的麻烦 因此高挺遥的话说到他心里去了 陈知县请求高挺遥指点一二 高挺遥告诉陈知县 陈大峰的证词有问题 你到任后 先把陈大峰交给案查寺的差役带走 等陈大峰离家之后 再传讯陈大峰的妻子 从他口中取得真实口供 然后派专人送来 高挺遥又叮嘱道 此事要秘密进行 陈知县答应照办 过了几天 陈知县就送来了陈大峰之妻 也就是范兽子姑姑的供词 供词说范兽子十五日晚 在他家过夜 十六日吃完早饭后离开 之后 高挺遥开始讯问陈大峰 范兽子究竟是什么时候到你家 什么时候离开的 陈大峰一口咬定 说范兽子是正月十三离开的 高挺遥拿出陈大峰妻子的供词 读给陈大峰听 然后说 你们夫妻各执一词 到底谁在欺瞒官府呢 陈大峰一言不发 高挺遥猛地一拍惊堂目 追问道 陈大峰 你为什么说谎 陈大峰吓得连忙交代 范兽子十五日晚 的确在我家过夜 但官爷关照我 一定要说范兽子是正月十三天 走的 否则范兽子被杀案就没法了结了 我怕官爷们刁难 就应承了下来 至此 范兽子案因为关键证据被排除 杨三 顾家女儿等五人都取保候审 等待官府进一步调查 那么 范兽子到底在哪里呢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此案才能真正了结 安徽官府贴出告示 悬赏寻找范兽子的下落 过了小半年 嘉庆十三年的十二月 突然有人在霍秋县衙门击鼓民冤 他自称是范兽子 根据此人的供述 他平时好赌 因为欠下了赌债 所以正月期间逃到临近的河南躲债 几天前 他偶遇了家乡人 听说自己竟然引发了一起命案 官府正在悬赏寻找自己 于是赶紧赶回来投案 经过当事人和证人的辩认 此人正是范兽子 既然被害人平安归来 那么所谓的杀人灭祭案 也就烟消云散了 所谓的失踪案更是不了了之了 霍秋失踪案并不是一个大案子 却是一起很典型的案子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清朝的冤案是如何产生的 此案呈现了导致冤案的许多共性因素 比如有罪推定 刑讯逼供 过分依赖口供 等等官府一旦逮捕嫌疑人 就假定他是有罪的 之后的所有工作 都是围绕着如何证明他有罪展开的 由于技术 思想观念的原因 官民都认为口供是最有利的证据 因此 清朝所谓的审讯 可以简化为使用一切手段 套取嫌疑人的认罪口供 而官府最喜欢用也最管用的手段 就是言行逼供 重刑之下 什么样的口供没有呢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 使得冤案的发生具有必然性 这一整套冤案制造程序 充满人质色彩 负责案件审理官员的个人因素 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官员的道德品行 情绪喜好 个人偏见 甚至是某个时间的想法 都推动着案件的发展 如果遇到好大喜功 残暴粗鲁 或者挥庸无能的审案官员 冤案产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同样 如果遇到的是一位认真负责 管重细致 品格高尚的审案官员 案件公平公正审理的可能性就很大 冤案平反的可能性也很大 霍丘失踪案最终能真相大白 无辜者得以保全性命 副审的凤阳通判高廷尧 发挥了关键作用 高廷尧在 患游济略 中写道 他刚接触到此案的案卷时 九阴株连五命 哀金之心不绝见于颜色 这里的哀金之心 是中国古代司法提倡的一大精神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创立者 和执行过程中的最高层 其实是很清楚 整套制度中的人质色彩的 他们清楚 负责案件审理官员的道德品行的高低 几乎决定了案件能否公平公正的审理 所以 古代司法提倡官员 要有哀金之心 要慎行 哀金之心 简单地说 就是同情心 要可怜涉案的人犯 官员要事先想到 这些人犯可能是无辜的 他们很害怕 很悲伤 可能还要遭受侮辱 逃打等刑罚 即便这些人犯是真凶 官员们也要同情他们 可怜他们背弃了圣贤教会 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可怜他们再也过不上正常的生活 甚至可能伸手异处了 哀金之心 可以很大程度上冲敌有罪推定 刑讯通共等因素的消极作用 慎行 是司法提倡的另外一个关键词 官员只要动动嘴皮子 就可以给人犯上行打板子 他们的目的 可能仅仅是为了 获得某个环节的证词 或者只是想简单地 杀杀人犯的威风 但是 人犯可能因此 过床养病几个月甚至半年 而且非常可能落下终身疾病 官员一时的口头痛快 换来的却是人犯终身的痛苦 更为严重的是 言行拷打出来的口供 是最不可信的 所以 司法提倡适度的刑罚 反对言行重罚 高廷尧就认为 刑不可滥施 事不宜庞贷 司法审判是一件非常严肃 慎重的事情 对于像霍秋失踪案这样一桩 无尸可厌之案 更应该肾上加肾 高廷尧的高度自觉 和相对较高的道德水准 冲底了清朝司法程序中 人质的负面因素 最终 案件有了公正的结果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古时的司法高度道德化 老百姓对于像高廷尧这样的好官 从来不吝褒奖 高廷尧后来升任平乐之府 后调王广东省 历任赵庆之府 他为官办事认真 判案公正 平反不少冤案 正生颇住 所到之处 历位民怀 被遇为家 到监巡礼官 后破阁升广州之府 最早压下案子 决定重审的案查十里一筹 当时已年过五十了 膝下还没有儿子 霍秋冤案戏刷后的第二年 他就有了一个儿子 而且一连有了六个儿子 民间争相传颂 把这案子连带里一筹的家世 编成戏曲演出 之后 李一筹历任安徽不正式 这将巡抚 曹运总督 活了九十一岁 晚年 他的长子考中进士 和他恰好隔了六十年 正好一个假子 老百姓流传说 李一筹多福多寿 是因为他平反冤假错案 积德造福的结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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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